哈里王子走投无路,总资产只有4900万英镑,手头不富裕,只能爆料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离开王室后,生活水平不降反升,依旧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表面上看似风光无险,其实口袋里没有多少财产,否则也不会靠爆料为生 哈里王子真是走投无路,总资产只有4900万英镑,手头不富裕的情况下,只能靠爆料回去 这回的自传非出版不可,既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也能给王室一点颜色看看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哈里王子目前正在修改回忆录,圣诞节前就会跟大众见面 皇家版编辑凯蒂·尼科尔爆料,如果哈里王子放弃出版自传,将会支付1750万英镑的违约金 现在的情况是,箭在闲上不得不发,虽然王室不断阻挠,但是哈里夫妇必须迈出这一步 如果心自赚不能按时上市,那么对于苏塞克斯公爵夫妇来讲,损失惨重 现在梅根和哈里手头并不宽裕,因此才不得不出此下策,通过爆料王室为生 当初离开王室的时候,追求自由的口号喊得响亮,但是却被残酷的现实打回原形 不得不说,哈里夫妇太自信,当时认为自己能够经济独立,现在看来这是个美好的幻想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当然是十足的土豪,但是在王室里却是穷人 王室专家尼克尔女士认为,现在哈里和梅根的资产只有4900万英镑 勉强够维持体面的生活,但是绝对不宽裕,到嘴里的肥肉不可能吐出来 因此会想尽办法出版自传,现在哈里夫妇已经拿到一部分预售款,肯定不想还回去 更何况跟王室彻底谈崩了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跟发行商签订了合同,必须按照规矩办事 因此如今处于骑虎难下的状态 根据名人新财富统计,哈里夫妇的财产只有4900万英镑左右 但是日常开销巨大,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蒙特希托圣巴巴拉社区的豪宅,价值约1300万英镑 每个月的生活费也是天价 因此哈里不得不继续爆料,否则一家四口难以生存 甚至连日常生活都无法维持 伊丽莎白女王葬礼期间,哈里王子就宣布自传会暗时出版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俗话说,一分钱难道英雄好汉 38岁的哈里王子走投无路 现在必须靠爆料才能回去 住别墅开豪车买奢侈品,韩保费的支出也不小 现在的哈里王子压力巨大 王氏专家蒂娜布朗认为 王氏和哈里的根本利益不同 因此即使多次会谈也无济于事 现在的哈里备受折磨 一方面要维持体面的生活 另一方面,事业毫无起色 经过几番权衡利弊之后 还是爆料王氏来钱最快 因此哈里王子只能揣着明白装胡同 尽管没跟夫妇知道 一旦新自转出版后 将再也没有回头路 但是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燃眉之急 三年前两人选择离开 现在一家四口开销巨大 家庭财务陷入困境 虽然哈里分到2000万英镑的财产 但是跟威廉王子相比 简直是九模一模 难怪心里总是愤愤不平 哈里王子现在毫无退路 作为一家之主 必须扛起责任 继续逃避下去 只能让事情更加糟糕 目前王氏还心存幻想 希望哈里不要迈出这一步 但是事情已经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 即使经过多轮谈判 最好的结果也只是推迟出版日期 哈里不可能放弃爆料 第六页杂志也透露 哈里跟王氏的关系极度紧张 甚至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刀火现世国葬期间 哈里一家备受冷落 查尔斯并不在意二儿子的感受 所有的财富和荣誉都给了威廉 让哈里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难怪会通过自传报复王氏 查理三世以精简王氏的名义 不会没跟两个孩子殿下头衔 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氏高层冷漠的态度 让哈里夫妇变得疯狂 今后的爆料肯定会变本加厉 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哈里现在已经入不敷出 只能通过自传来改善经济 英国王氏的处境也很糟糕 无论是否善待哈里 都难逃被爆料的命运 查尔斯国王思前想后 决定还是放手一搏 不给哈里一家任何援助 真可谓是只知死地而后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BS 关 杂尔仁